嗨,大家好 今天修董仔老師要來講故事了喔 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黑皮糠很好玩耶 為什麼黑皮糠很好玩呢? 我們待會繼續看下去就知道 今天要講的版本是比較正常的啦 那啊,紅紅黏黏的版本 跟你們回來上課 修董仔老師要來講給你們聽 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黑皮糠很好玩 去那間店裡 住在一家大廚 他說黑皮糠是一家很好玩的事情 住在家旁的鳥翅也感覺 黑皮糠很好玩耶 不過,只住在水豬仔的水雞說 媽媽不准我黑皮糠 水雞走以為她的朋友 你們知道是怎麼可以黑皮糠嗎? 大廚說不知道 鳥翅也說我也不知道耶 我們來去找出外賓吧 走,我們現在就來去問我們的媽媽 他們去問水雞的媽媽說 為什麼水雞不可以黑皮糠呢? 水雞媽媽說 因為水雞頭會卡去皮糠裡面 他們去找鳥翅爸爸問 為什麼鳥翅不可以黑皮糠呢? 爸爸說 沒錯 因為黑皮糠你的朋友會發炎喔 最後他們去找大廚的媽媽問 為什麼大廚不可以黑皮糠呢? 媽媽說 絕對不行 因為黑皮糠會讓你的橡皮回去 而且橡皮回去 就不會再發肚回來喔 我感覺皮糠回去很恐怖的啦 皮糠發炎一定會很痛 黑皮糠 你真的這麼恐怖嗎? 嗯,這樣我們以後 不要再黑皮糠了啦 不過我越受越不對 反正黑皮糠根本就沒有爸爸媽媽說的 這麼嚴重 走,我們來去那裡問阿公跟阿嬤 咦?你看他們 阿公跟阿嬤都去黑皮糠咧 看,爸爸媽媽說的不一定是真的 大手不因為黑皮糠,平衡就回去 阿公跟阿嬤都回去 阿公跟阿公 還有水價的手槳頭 也不會卡在皮糠裡面 跑不出來 鳥氣也不會因為黑皮糠 還平衡發炎 所以我們等一下繼續黑皮糠啊 呦呼,很開心耶 原來黑皮糠是一件這麼快樂的事 今天一個故事有精采嗎? 黑皮糠這件事 到底陪我做嗎? 黑皮糠這件事 是陪我做的事 不過,什麼時候陪我做咧? 今天平衡正常的時候陪我稍微熬一下 今天平衡裡面有皮糠色的時候 也陪我稍微熬一下 如果平衡時陪我一直熬 一直熬嗎? 不行喔 因為一直黑皮糠 你的皮糠會發炎 會老皮糠 如果你的皮糠老皮糠 發炎不會 這樣你就要去看醫生啊 今天黑皮糠 很好勝的故事裡面 有說到水雞 所以明天請你準備一張 石爪 我們要用石爪來熬水雞了喔 這樣我明天再給大家 再見 再見 再見